火箭接木战打蹄虎的首发名单已经公布,安东尼确定替补,和上赛季相比先发五虎中的阿里扎由恩尼斯带气,其余位置保持不变。 安东尼打替补是因为替补阵容对抗阶段防守影响不会被放大,而他和哥当的进攻则能保证火箭衔阶段不输对手。 关键还是看恩尼斯在原来阿里扎位置上的替代程度,火箭上赛季引以为傲的侧翼防守阵容和开加的无限换防,其实都不是恩尼斯所擅长的,因为无限换防最需要的是横移速度,而恩尼斯的脚步远离大家想象的慢。 季前赛无论是换防康里还是德罗赞,甚至是上海大鲨鱼的弗雷戴特,恩尼斯在跟防速度上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 其实恩尼斯上赛季的防守真是正负局为负数,可见前他一是侧翼人员,一下子流失了两个,二是恩尼斯的身材可以摇摆二三四号外,并不是他的防守能取代阿里扎或者巴默特的作用。